中秋节要到了 相信有不少人准备要烤肉跟吃月饼了 不过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可不能随便吃 就有医院推出了结合红麴跟当地水果的养生月饼 中秋节脚步近了 家家户户少不了吃月饼 但对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或体重过胖者 如何享用美食又能兼顾健康 可是大有学问 奇美医院营养科今年使用台南的凤梨、芒果等在地食材 加上红麴研发出养生健康的中秋月饼 就是红麴月饼 那我们这一次的外皮的部分 我们是采用红麴菌 然后经过发酵的一个红麴米 然后当作我们的那个外线的酥皮 那里面的内馅的部分我们是用凤梨 那凤梨是台南观庙的一个名产 那我们就把整个凤梨也是烘焙过以后 然后弄碎 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的那个凤梨的一个酱 放在那个内馅里面 除了选用当季食材 更要仔细阅读食品标示的热量 这一回由营养师把关 不仅让月饼分量变小 也采用低油低糖 吃了美味又不增加身体负担 吃起来有芒果的香甜 而且又保持在那个酥皮的那个冷度 所以吃了一口口感 除了月饼 火锅及烤肉也不可少 但营养师建议 多吃高纤维的全骨类 蔬菜类 避免加工食品才能过一个健康的中秋节 联合报 吴淑林 台南报道